電影版《想見你》即將在大年初五正式上映 去看之前記得記得要做這件事喔 我會覺得 睡飽 睡飽吃飽 然後最好可以看一下原劇集的故事 會比較好入手 對 如果你是喜歡原本劇集的觀眾朋友們 我覺得可以先 可以稍微快速的複習一下劇集 會勾起很多你對這些時空時間軸 有穿越的這些 一些概念 對這個概念 票房是不會有壓力 應該是柏妤比較有壓力 柏妤比較有壓力 他之前有說票房如果沒有過億的話 他的票會給他 對喔 但其實我們應該都不會去想 不會特別去想票房的一件事 主要其實這個東西反而就是 我們在拍攝都是帶著就是要給大家一個禮物 回饋給喜愛劇集版的粉絲朋友 所以心情也太深了 所以能夠帶給大家看 呈現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月齡很滿足 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嘉妍和許光漢都不約而同雙眉喔 不會啊 不會啊 我沒有 我沒有在聯絡 有時候還是會約啦 沒有啦 就是 就是其實 比方說有誰生日或什麼 我們一定會去餐或吃飯 私底下 因為其實有時候大家忙起來 也都沒有辦法 那麼長相聚 主要是這樣 比較多時候好像大家都是各自在忙工作的事情 但還是偶爾會抽空 可能聚會是怎麼辦 對啊 然後就講一些 爺爺辣辣的話 垃圾話 垃圾話 對 因為我們也是 我們都蠻健康的 我們會去爬山 對 爬山 我覺得許光漢跟施柏宇的眼神跟氣息跟知情比較不一樣 他們兩個現在感覺比較 比較有故事 我覺得姐都一樣 其實都沒什麼變 一樣年輕 其實也不好 一樣可以穿高中制服 喜歡想見你的朋友 一定要去電影院支持啦 保證